是的 我們中華隊《飛人列傳》 自從推出之後獲得觀眾的好評 因此我們接下來要進入 可以說是整個《飛人列傳》的一個巔峰 那進入的主角我們今天要談的是陳信安 既然是講到了台灣飛人 我們也找到了我們的球評 同時是台藝大的教練李柏倫先生 而且這邊要強調李柏倫先生還有一個身分 就是席子陳信安的對手 這個一定要好好的請等一下阿伯教練 來跟我們好好聊聊陳信安 既然好 大家好 那不只是對手 其實也是同學啦 所以對他了解應該事實上算蠻多的 OK 好 那麼話不多說 我們等一下就是透過畫面 陳信安的影片 來一起欣賞台灣飛人的風采 好 那麼接下來我們看到的畫面 馬上就可以來看到是 陳信安非常年輕的時期 第一球就是一個強力的爆扣 這是在總統盃的時候 那個時候可以看到他還是 身穿紅色台銀的戰袍 好 那時候的陳信安 也才大概19歲左右 我相信阿伯教練也非常了解 他那時候的狀況 因為在那個年代呢 就是你可以打大學的同時 你可以打所謂的射甲的球隊 所以呢他的身分基本上是大學球員 然後去兼這個所謂的 這個台灣銀行的一個隊員 那這時候其實已經展現他 體能上面最勁爆的一面 他這個畢業於松山高中 那其實松山高中當初在成立球隊的時候 做了蠻多的體測 他就是原本小時候是打手球的 然後經過了那個體測以後 加入了籃球 所以他的籃球 球齡相較於同年齡來講 其實相較是比較短的 但他的身體素質卻是非常非常突出的 嗯 真的很棒 所以剛剛看到畫面 就是他在總統盃也拿了MVP啊 而且等於是什麼獎也都被他難刮了 而且也帶領台銀隊那時候 也是拿下了冠軍 所以說在業餘戰場 基本上跟成人已經沒什麼 就是沒有什麼對手 而這時候當然要來強調一下 在2002年那時候 陳信安這一球也是非常的經典 也是陳信安可以說是生涯巔峰 可以看到是延扣我們的移動長城 姚明先生啊 當時是來台灣參加一個比賽 結果被陳信安一個當場延扣 這個畫面也是非常的經典 當然從這個比賽的畫面可以看到 當初這我們所謂的龍哥 這次龍還在中華隊裡面 所以這個畫面裡面當然也就是一個 這個新舊交替 就是說要交接到信安手上的 一個年裡面 那這個時候 他其實已經進入國家隊 那表示說 他整個身手跟身體的條件 基本上達到一定的一個水準 所以呢 他就開始在崇斯杯的比賽裡面 去吸引 去吸收這個比賽的一個經驗跟節奏 真的 確實在2000年下 我們看到就是千禧年的瓊斯杯 當時即便是面對國際的球員 甚至可能是紐西蘭 甚至是一些比較真的是歐美的球員 他也是毫無所懼 而且對上你看日本隊 哇這切入簡直像是切豆腐一樣 當然事實上他的身體 其實跟同樣身高 或同年齡的比較起來 他真的是非常的壯碩高大 而且不只壯碩高大以外 他的一個彈條垂直的能力 跟速度又非常的好 所以往往過了第一線以後 或是這樣斷球以後 靠近籃框他沒有別的選擇 基本上就是爆扣籃框 而且爆扣的感覺 他有時候頭都要撞框 他感覺頭還要縮一下 嗯 他算是以台灣這個本土球員來講 身體能力 算是真的算是非常非常非常 傑出的一名球員 嗯 確實我相信許多 國內年輕一點的球迷 可能都看到這些畫面 可能會有點傻眼 因為等於可能大家常常會說 喔台灣飛人台灣飛人 可是 但是如果你沒看過這種 大概算是二十歲左右的這個 highlight的話 你真的無法體會到 那個體能之猛爆 或許從過去的一個比賽裡面 你可以看得出來 最近的比賽大部分都是快攻以後 或超到球以後的灌籃 那信安呢 他倒是可以在半場每次切入以後 就有一種強行灌籃 然後在對方斜防球員頭上 爆扣的這一個畫面 其實這個以半場進攻來講 是比較不容易 而且他的這個爆發力 讓他也可以說是 在判斷對方的防守做抄截 真的是非常的有利 那這邊也看到他在 可以說是那時候已經轉到育龍隊 同時也是在總統盃 2002年的時候 他也是拿下了總統盃的MVP 而且我們繼續來看 這也是2002年 可以說是進入一個中華隊 當時大換血的一個狀態 那當時雖然說 那一批的中華隊 可能以整體戰力來講並不出色 不過個人來講 看陳欣安打球 絕對是讓球迷非常的過癮 當然他個人本身 自己在速度上面的優勢 那變成是中華隊的 最主要的一個箭頭 所以每當不管是轉換快攻 跑在第一線 或在半場進攻 利用他個人的突破 去吸引到防守者 創造其他的機會 其實他都算是一個 非常能得分的球員 對啊像剛剛這球也是非常誇張 對新浪隊那當時可以算是 黃春雄就算是給他一個干擾 他也是照樣能夠用拉桿的方式 而且這球更誇張 是在對加拿大 雖然這場中華隊是輸得很慘 不過剛剛那個抄截之後 那個反快攻 基本上是等於可以說 是一個飛躍人的一個狀態 那真的看起來真的很high 確實你可以從剛剛的畫面 一直到現在發現 禁區其實即便有戰友 這個協防球員 不管是高或者是矮 但信安都會嘗試用這種爆破的方式 去做這個finish 所以這不只呢 是代表了跟把球送進的兩分以外 其實也可以把整個中華隊 或他所屬的球隊氣氛 完全給帶起來 甚至於把全場的氣氛給炒開 可以看到2006年其實 陳信安在打法 感覺也稍微有些進化了 可以感覺到他的外線的出手的選擇 似乎比例上是越來越高 而且甚至在他在對美國隊 現在看到這一場 他其實也曾經有單截 標進三顆三分球的表現 當然其實前幾年 因為這個年輕的關係 分分往禁區裡面去做到突破攻擊 那各隊慢慢就會知道說 中華隊有一個陳信安 他的突破能力是非常的好 所以從那時候開始呢 大家對於不管是協防的站位 或第一線的站位呢 其實對於切入都是有所準備 那這個時候信安呢 他當然也開始去進化自己 在進攻上面的手段 就是他所謂的三分球 那因為他本身的雙腿爆發力非常的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從畫面看出來 他的三分線的出手 其實是那種奮力的跳投 就全拍的那種跳投 所以在這情況之下呢 不只防守是比較難去做到看防 那自己呢 其實有時候準起來的時候 連續進幾顆 也是能幫助球隊一下把比分拉開 或把落後的一個局勢啊 完全給他這個逆轉過來 所以等於說他的 算是出手點高也算是一個 投三分球的一個優勢這樣子 嗯 確實如果你跳得很高的情況之下 像這種博房啊 是沒有辦法去做到干擾 這當然是他身體上的一個條件 不過他也花了很多的一個 精神跟能力去練自己的三分球 所以這是一來一往的 就是人家怕他切 他三分球就變得好投 他三分變得準 他就變得越更好切 所以其實在2007年 我們可以再看到 現在是一個雅錦賽的畫面 這年也可以說是 成現在可以在國際賽 算是個人的一個代表作 因為他那一年 他平均得分來到18.1分 雖然說可能 乍聽感覺是還好 可是他在那一年的雅錦賽 是在所有球員當中 他是平均得分第三高的 也是大概 自1999年的羅興良之後 再度有中華隊的球員可以在 等於是雅錦賽這樣的舞台裡面 平均得分到前三名 所以可以算是他一個 當年就可以看得出來 中華隊完全就是以他作為一個 得分的箭頭跟得分的主軸 所以說可以看到他的 進攻方面的一些才華 是慢慢的就是綻放出來 其實應該說 18分乍聽起來不多 但在業餘的籃球規則裡面 事實上18分算是非常非常多 因為NBA打的是48分中 那我們當然不能把那些 James Harden的三十幾分場均 拿來跟18分比較 其實18分已經在在顯示 他已經當初是 當那個年代裡面 就是中華隊裡面 得分的最主要箭頭 是球隊力哥 甚至於是亞洲 非常能得分的一名風險球員 不過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 大概來到了2008年開始 陳欣安就前往了中國大陸打CBA 那這也算是他人生的另外一個階段 那對於這個時候 雖然說其實陳欣安在打CBA的時候 也是比較辛苦一點 那時候也常常就是出現一些 比較肢體碰撞比較頻繁的狀況 那他個人的身體狀況也調整了 不是說這麼理想 因為其實包括我們在前面可以談到的 就是說他雖然在有幾次是 參加了國王隊的訓練營 甚至去隔一年也有去NBA的訓練營 那雖然是有一個人的一個生涯巔峰 可是很可惜是因為都由於受傷 所以慢慢這些部分 也對於他的生涯可以說是開始構成的影響 我們可以看到2011年 這一年在武漢打的亞警賽 我個人也有去現場採訪 不過可以看得出來 當時的陳欣安的角色就已經開始 沒有那麼的算是第一的得分箭頭了 當然運動員到了這個後期的部分 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傷勢 其實他大概就是受他這個膝蓋傷勢 所以在後期的部分是影響到 他在場上的一些表現 因為常常打完比賽以後 這個腳是有積水的狀況 甚至要去抽完水以後 再來去參加這個明天的訓練 或者是比賽 所以對他來講 他當然也是一直希望 能幫中華隊有所貢獻 但腳傷確實為他帶來 這個蠻大的一個困擾 不過我們從比賽的後期 也可以看得出來 他這個切入的一個動作 跟細膩度上面來講 其實已經提升到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地步了 那現在可以看到 大概是2012年的時候 這也是瓊斯杯的畫面 那這一年是瓊斯杯 陳新安最後一次參加瓊斯杯 我們還是可以聊一下 就是說 請李教練談談 膝蓋傷勢 對於這樣子非人型的球員 到底的傷害 或者是影響到底有多巨大可以談一下 其實膝蓋的傷害 應該是對於籃球運動員來講 是最傷的一個部分 膝蓋大概第一腳踝是第二 所以這個不管對任何人來講 在場上 他都沒有辦法出 他最好的力量的時候 他不管是要切入去上籃 或者是第一步的一個支撐來講 其實膝蓋的傷勢都受不了 那更不要說 這性安本身 我們剛剛一開始有提過 他這個身體的素質 其實應該是超越 大部分我們所謂的這個 亞裔球員的一個能力 亞洲球員的能力 所以當這個膝蓋變成一個很大的傷勢的時候 他的肌肉又要承受 又要炸出這麼多的力量 相對他的膝蓋其實更痛 好 那最後我們當然還是可以來談一下 就是基本上就是也由於受傷的關係 所以其實陳新安在2012年之後 就也再沒有打中華隊的比賽 那在2013年我們可以等一下看一下畫面 就是說在11月16號 陳新安其實也等於才33歲 這是我們現在看到就是 當時陳新安最後一次打SBL的畫面 那一天他宣布要退休 那這是他上場的一些畫面 那對於這樣子的一個非人型的球員 結果33歲就必須要宣布退休 那主要也是因為他的傷勢的復原 始終不如他的預期啊 當然確實這個膝蓋積水的部分 確實一直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導致他版本不必須要去休息 所以就會宣布在13年的時候 就選擇了這個退休 那當然來到了33歲 其實也不能說一定有多短 因為其實能打到35歲的人 也沒有想像中那麼多 所以能打到33歲也算是一個 非常完整的一個籃球生涯 只是說大家希望能看他更打多久一點點 能打到35歲 但事實上我覺得33歲 對於從年輕的時候很小 就進入所謂的中華隊 然後一路為中華隊 這個奉獻超過10年以上的時間 然後再來33歲退休 我覺得已經算是非常完整 成功的一個職業球員的一個生涯了 那最後當然還是不免除要請 我們李教練幫我們談談 陳信安在你心目中 你覺得他的必殺技是什麼 我覺得他的必殺技 當然第一個要結合他自己身體的一個素質 那再來就是他後天的努力 其實你可以看得出他切入以後啊 最後這個爆扣籃框的部分 不管是對手是誰 即便是所謂的姚明來協防 他都會嘗試去扣這個籃 我覺得這必殺技就是 他往往在球隊落後或需要一股士氣的時候 他這個切入爆扣籃框的這一步啊 確實可以幫助中華隊提升這個士氣 而且最後能取得比賽的勝利 發現我前面還是忘了問一個部分 就你以前在打球的時候 你們面對陳信安的時候 那是什麼樣的一個心情 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談談 他的身體真的跟我們就不一樣 就是他是你即便有辦法可以預測到 他過的方向但是你也守不住他 然後就是他基本上就身體素質不跟大家 他處在同一個程度裡面 就像是萊安威爾森現在在NBA 就是這個狀況一樣 就是你即便知道他要做一些事情 可是你是擋不住的 那更不要說後期他精進他的技術以後 是他的經驗跟身體同時 達到一定的高度的時候 這時候他基本上是完全擋不住 好 那我們今天也真的很謝謝李教練 跟我們一起聊聊等於算是飛人的 台灣飛人陳信安這些生涯的一些過程 那我們中華隊的飛人列傳 後續還會有非常多的精彩內容 而且越到後面越精彩 越會有更多 大家可能平常在網路上找不到的畫面 請大家拭目以待